一直在提倡一種概念 就是讓台灣的味道被全世界知道看到 所以吳寶春這個符號 已經承載了很多台灣人的情感在裡面 所以中國挑選這個符號來建構它的第三道牆 第三個貿易障礙叫做中國台灣的這道牆 其實非常精準的刺痛了台灣社會 非常痛的一個地方 所以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 我覺得這絕對是在意料之中 因為假如台灣人連到這樣子都還沒反應的話 我覺得真的就是離統一之日不遠了 台灣人不可能對這沒反應 像是中國台灣或者是交往中國人的自言 應該不是一個標準的一個配備 那是不是以後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的話 其他的企業或是藝人要比照辦理 那再下一步往下 我們的底線是不是又會變成說 可能發聲明要變成發簡體制 甚至是說本土的政黨的話也要跟著罵 或者是要去歌頌習近平 那這個就是對台灣來講是造成很大的傷害 尤其是吳寶春他其實已經是一種精神的圖騰 吳寶春他在他的成功之路上 其實受到台灣社會蠻多的支持 儘管他個人努力的成分也非常的大 但是譬如說當他以台灣之光的身分 講出了一些愛相愛徒的話 然後所以就會有這個建商主動跟他講說 你在這個高雄展店的時候 我們免費提供你一個店面 三年不用租金 所以表示台灣社會的人其實是很挺他的 所以當台灣社會集體在挺他的過程當中 他突然直接說出了一句刺傷台灣人民的情感 那句話的時候大家的反對的那種感覺 就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強烈一點 如果今天中國測試這樣有用的話 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會陸續出現 而且會有第四道牆第五道牆 你未來要跟中國做經貿往來 你就是要交出越來越多的籌碼 交出越來越多的尊嚴 中國擺明了就是說好 在麵包跟尊嚴之間你只能選一個 那麵包師傅選擇麵包嘛 當然吳寶春真的是知識難看啦 說真的一直到現在他還在講說 麵包的世界很單純 他只是單純的麵包師傅 可是一個單純的麵包師傅 在他發了那個聲明之後 其實他就是自己已經踏進了政治的場域了 再加上他今天又找一個政治人物陪他開記者會 然後又要說我是很單純 但是我找一個政治人物陪我開記者會 我不懂政治 但是我找韓國瑜跟我一起 這個故事對於台灣來講沒有說服力的 那我覺得如何想辦法改善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台灣的政府 不管是蔡英文還是2020年選到的新任總統 可能都要想一想這件事情該怎麼解決 Maybe這不只是台灣的經濟環境好轉的問題 因為台灣經濟好轉再怎麼樣發展 台灣人口終究是2000多萬而已 你永遠沒辦法跟13億人口的市場去比 那你怎麼樣在這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有尊嚴的 然後做這個經濟發展的事情 但是又能保持自己的一個個體獨立性 哇我覺得這個難題啊 你會想要到這個地方 你會想要到這個地方 你會想要到這個地方